詞曲 李宗盛 他自身在最激烈的兄弟奪位鬥爭之中, 但是憑著他沉潛內臉的性格, 終於成為這場皇位淘汰賽的最後勝利者, 謀父迫好師兄徒弟貪財浩殺, 一大堆最髒骯髒的罪名, 都藉此這位皇帝的身份, 事實上他只不過是一位有政治鐵匹的皇帝, 為了令自己的管治毫無下錯, 不眠不憂,事務大小, 公親處理,絕不打手於人, 這位歷史上罕見的鐵人皇帝, 就是清世宗雍正大帝。 清世宗雍正, 原名外申國內任真, 是滿清入關之後的第三個皇帝, 公元1722年, 康熙大帝駕崩, 為照一經公佈, 皇位繼承權, 竟然落在一直行事低調的四子, 仁真身上, 這位45歲才接掌王權的雍正皇帝, 並無繼承到老爸康熙的寬大人口性格, 他為人剛烈好勝, 登位之後, 大刀斧斧進行一連串的改革, 清朝很多原用的制度, 好像軍機柱, 以及密接制度, 都是雍正皇帝的得意傑作。 他剛晚的政治手段, 糾正了不少康熙時代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但是他獨裁急進的作風, 換來朝野無數怨言, 甚至匪短流長。 所以, 後世關於雍正的野史特別多, 尤其是他繼位的合法性, 經過二百多年, 都仍然是一個歷史迷傳。 雍正皇帝, 是康熙的第四個兒子, 仁真。 我們講仁真, 如何上位之前, 有必要介紹康熙皇帝, 怎樣處理這個皇位繼承問題。 康熙自己就八歲做皇帝, 他真是無風無浪, 因為他父親順子弟, 又不是生很多個兒子, 康熙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去繼承皇位的。 康熙沒有經歷過這個皇位爭奪戰, 他經歷過的就是, 他自己做了皇帝之後的權力鬥爭, 怎樣去清除那些權神, 然後令到他可以很輕鬆地去做皇帝, 真正去掌握權力。 所以他處理這個皇位繼承問題的時候, 就顯得是無經驗和糊塗, 甚至我們可以說, 他是一個不聰明的爸爸。 上一集我們提到, 所謂英明父子兩仇處, 皇帝父親又厲害, 那些兒子那些皇子又厲害, 那就真是多麻煩。 康熙生了三十五個兒子, 除了腰節那些, 可以聚齒排行的都有二十五個。 他一早就立了一個太子, 就是二雅哥, 印刑。 印刑這位太子, 其實都做了很長的時間, 又被康熙前後兩次廢立, 兩次廢太子。 兩次廢太子的原因就是, 康熙覺得太子結黨, 令到他的權力受到威脅。 所以做皇帝爸爸, 其實有時都有他自私的一面, 一講到權力, 即是等於現代有些人講到金錢, 就老爸和兒子都無情講的了。 雖然他立了他做太子, 但是他發覺這個太子結黨, 可能威脅到他, 亦都可能有機會, 如果他勢力大的時候, 加害於這個皇帝都未定, 所以就對這個太子處處設防。 在這種情況下, 令到其他的皇子, 就以為有洪谷之章子, 可以有機可乘, 最突出的就是大仔, 長子, 印堤。 這個堤是視自旁, 做過是非的事。 印堤知道這個太子, 即是說不得皇帝的歡心, 又被皇帝廢了, 於是他以為有機可乘, 但他自己就沒有運行, 皇帝一定不會立他做太子, 於是他們就擁立八王子, 仁夷。 八王黨原來都很厲害。 這個大亞哥印堤, 竟然跟康熙皇帝這樣說, 他說, 印堤所行卑污, 大失人心。 上面人張明德, 曾相印堤後必大貴, 是金玉珠印堤, 不必自父王之手。 這一段說話, 唉, 聽到你都會覺得寒心。 這個大仔, 告訴他老爸聽, 太子, 這個廢太子, 所行卑污, 大失人心。 看相佬, 一個看相佬, 叫張明德, 曾經看過這個八王爺, 八亞哥印堤, 就說印堤後必大貴, 即是說, 他要捧這個八亞哥, 金玉珠印堤, 即是如果你覺得, 這個廢太子, 對皇帝構成威脅的, 你想殺了印堤的話, 不必自父王之手, 自然有人幫你動手, 這個有人, 即是說八亞哥。 康熙皇帝聽完之後, 就說他作何感想。 聽完之後, 他真是找人去保護, 這個大, 這個次子, 即是二亞哥, 這個太子印堤, 找人去保護他, 因為怕遭這個八亞哥毒手, 他有一次對著那幫大臣, 叫那幫大臣, 喂, 你舉箭一位皇子, 做太子, 就好了, 這些馬齊, 還有那些八王黨, 就真是, 大家都提這個八亞哥仁義, 康熙聽完之後, 就不是味道。 但有時, 大家想想, 你既然叫人去提名, 人家提名之後, 你又反面,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這種可以說難聽一點, 叫做隱蛇出動, 哦, 原來你們這幫都是八王黨來的, 所以康熙就要有所作為, 亦都是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就算他立了誰做太子都好, 他都怕他會威脅到他, 你一結黨, 你就威脅到皇帝, 做一個這麼不聰明的, 即是爸爸, 做一個這麼不聰明的皇帝, 他處理這些皇位繼承問題, 就當然會令到那些諸王子互相經濟, 一個父親, 包圍著這個父親, 這個皇帝父親的有四股勢力, 剛才我們講了長子印堤, 又講了八亞哥仁義, 還有太子黨印刑, 還有一個十四亞哥仁堤, 這個提子是士智婆做題目的題, 這個是皇帝封了他做大將軍王的, 這個亦都是有機會接近這個權力核心, 我們講了那些四股皇子的勢力和太子的勢力, 獨獨沒有提我們這一集的主人翁, 人真。 康熙五十一年, 他第二次廢太子, 中皇子全面投入搶奪處位的鬥爭之中, 認真看穿他父親對黨真的厭惡, 就將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閒人, 而且展示自己孝體的一面, 不但對父親必恭必敬, 對於其他兄弟, 他都表現出處處關懷, 甚至試過要求至剛著位, 消除兄弟間的地位差距, 他的忍耐和付出終於獲得回報, 年老的康熙不停給予認真扮猜的機會, 甚至試過多次給他主持祭天大典, 在康熙臨終之前, 有條件繼承王位的人選, 只是剩下他和他的親生弟弟十四阿哥印堤。 認真, 有一位忠實的支持者, 就是康熙的大臣大鐸, 他曾經形容康熙和他的諸王子之間的關係, 是英明父子, 英明父子相處就很艱難, 因為不露其長,恐其見氣, 過其長,死其見兒, 如果那些王子不露其長, 沒有顯露他們的長處出來的, 皇帝父親又會不看他, 亦不會重用他,恐其見氣。 當然, 在康熙這麽多個兒子裏面, 都幾難有些所謂不露其長的, 但是, 你過其長, 又死其見兒, 你過分顯露你的長處, 你的野心, 你想謀奪這個王處的權位, 皇帝父親又對你提高警覺, 充滿戒心, 甚至乎會對付你, 這個就是死其見兒, 太子黨死其見兒, 八王黨死其見兒, 唯獨有一位, 真是在這個所謂恐其見氣和死其見兒之間, 掌握的分寸, 是很精彩的一位, 就是第四仔, 人真, 真是沉潛內臉, 不當頭, 他又不會讓皇帝覺得他沒有用, 皇帝叫他扮差, 他很努力, 默默苦幹, 交給他的任務, 一定可以完成, 但是他又沒有顯露到, 要爭奪王位的這種野心, 因為康熙最討諸王子, 顯露那些爭奪王儲權位的野心, 他認為這個是國賊, 但是大多是他的支持者, 他講這番話, 其實就是要擁護這個四王子, 去做皇帝, 尤其是在這個混亂當中, 皇帝根本都分不清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的時候, 忍真就可以給康熙一個很好的印象, 只要他肯去經營, 他就有機會會脫榮而出, 但是忍真當時, 怎樣去回答這個大諜呢? 大家看看《螢光幕》這一段說話, 非常有意思, 忍真說, 與然雖則金石, 與我份中無用, 我若有此心, 段不如此行李也, 放逆大苦之事, 備之不能, 尚有稀途之舉苦。 這段說話的意思就是說, 你說的都是金石良言, 但對我來說, 就不是很合用, 如果我一早有這種所謂謀王儲之心, 就不會這樣做,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默默苦幹, 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 如理薄兵, 敢去處理與他父親的關係, 又恐其見氣, 又怕死其見義, 我就不會這樣做了, 都沒有什麼稀途之舉了, 我都不會想闖過心, 去想到做皇帝, 正因為你不想, 反而你就有機會。 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 大家讀歷史, 看看當時, 即是任真所處的環境, 他未必是有心做皇帝, 但是形勢比印強, 慢慢真是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你想不做, 都有得給你做。 大諾那個勸進, 是因為他分析當時的政治情勢, 任真是有機會在諸王子之中, 脫穎而出繼承大同, 但是任真為什麼會反應, 就是沒有稀途之心。 當然, 後來形勢的發展, 都由不得任真, 這個皇帝他是造更的。 最後的結果, 當然是康熙的維朝, 指定是四皇子, 任真繼承王位。 由任真, 就不禁令我想起曾蔭權先生。 當然, 將曾蔭權和雍正皇帝相提並論, 似乎就有些比以不倫, 但是, 那個所謂稀途之舉, 登大衛的這個過程, 真是頗有相似之處。 任真, 就說沒有稀途之心。 我們曾蔭權先生, 曾幾何時, 沒有多久之前, 三個月前左右, 有人問他有沒有稀途之舉, 或者稀途之心, 對那個特首寶座。 他的回應就是, 唉, 我現在, 最緊要就是做好眼前的功夫。 這麼多事情做, 你那些人喜歡開我幻笑, 又說我想做特首, 真是會想壞心腸。 想壞心腸, 言由在意。 上個禮拜, 曾蔭權先生, 就宣佈辭去政務司長之職, 參加行政長官補選, 因為他了無私心, 要為香港人服務。 真是當仁不讓。 為何幾個月前, 又說想壞心腸呢? 所以你說政治, 真是個變化幾大呢? 怎會想到, 董建華先生腳痛, 連這一任都做不完呢? 又怎會想到, 北京那些阿爺, 會對曾蔭權先生, 情有獨鍾。 那些想做的, 就無得做。 例如梁興哥, 阿堂堂, 恨到發燒, 不到你, 就是沒有你份。 還有, 曾蔭權先生過去那段時間, 都算是極有忍耐力, 真是尋潛內念。 尋潛內念到清潔隊的大隊長都去做。 尋潛內念到任人笑罵, 任人諷刺, 說他是曾武權, 或者曾武權, 他都沒有什麼反應。 結果, 真命天子, 就是曾蔭權先生。 你說, 曾蔭權和翁正, 在登大衛的過程裏面, 是否頗有相似之處呢? 這個特首的職位, 是特首可得。 選都不用選, 一定是自動當選, 所以根本都不用等7月10日的選舉。 我建議曾蔭權先生, 最好就7月1日回歸8週年, 就發表就職演說都可以。 政治就是這樣, 讀歷史是否很有趣? 大家又可以以鼓鑑金, 我憶文又可以坐在那裡以鼓奉金。 雍正經常向大臣置礦, 自己從來沒有搞憑黨亂政, 但是, 他其實都曾經主動去建立自己的勢力集團, 其中最重要的成員, 就是蓮更堯。 在雍正初職位的時候, 蓮更堯發揮作用, 制衡著手握重兵的大將軍王, 十四個印堤。 後來就更加取而代之, 成為府縣大將軍, 得到雍正的重信。 朝廷之中, 蓮更堯是恩威不可一世的大控印。 雍正和蓮更堯兩個人, 這個軍神關係, 真是很奇特。 歷朝所罕見, 軍神之間, 真是要國安其分。 軍就是軍, 臣就是臣。 有一個所謂分制, 大家都要安於分制, 不能夠過分。 雍正對蓮更堯是過分地寵愛。 蓮更堯對雍正, 又過分地不敬。 這種關係, 有時真的像男女關係, 但是這兩個都是大男人。 蓮更堯當然是大功臣。 他在青海立合戰功之後, 即是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寫了一封情信給蓮更堯, 當然這個情信要加一個引號。 皇帝對這個神子有情有意, 這封信, 其中有一段說話, 大家可以聽一下, 你就會覺得, 真是親密的男女關係, 都不外如是。 雍正皇, 你此番心幸, 朕實在不知如何痛你, 方有眼對天地神明也。 樂宮不必然矣, 正當西陵危急之時, 識一摺一字, 孔朕心犯驚蟹。 諭曲切法, 間已閒置。 以此等用心愛我處, 朕皆看到。 你此番心幸, 你的所作所為, 你為我所做的一齊, 我真是不知如何去痛惜你, 才有顏面對這個天地神明。 你, 你在西陵危急的時候, 給我的咒接, 每一個字句, 都是讓我覺得, 你擔心我, 擔心。 這種用心, 這種用心愛我, 朕真是體會得到。 誒, 情信都沒有這麼辱麻。 這些就叫做過分, 叫做愚分。 連庚瑤有什麼辦法, 不恥寵生嬌? 連庚瑤, 此處有皇帝的寵愛, 嬌橫拔戶。 不但嬌橫拔戶。 有時, 連皇帝都很不給面子。 根據史書記載, 有時他見到雍正, 竟然基坐, 無人神禮。 即是躺在這裏, 不會說, 臣子見到皇帝必供必經, 小心陪過不是, 坐在椅子上, 都可能坐半邊以止。 但是, 連庚瑤就不是, 他基坐, 而無人神禮。 還有, 雖然他不是皇帝, 有皇帝的氣派。 如果你送禮給連庚瑤, 就叫做公盡。 如果他送禮給你, 就叫做賜。 如果他見到那些新的報索, 就叫做引見。 如果你要對他表示感謝, 就要說謝恩。 哪有些大臣, 就好像做皇帝一樣。 這些看在雍正的眼淚, 遲早都要收拾他。 眾欲養惡, 姑息陽間。 到頭來, 雍正由外生恨, 就要對付連庚瑤。 雍正和連庚瑤, 軍臣之間的蜜月期, 很快就結束。 在雍正二年的十二月, 雍正亡帝, 在這個連大將軍, 上給他的奏捷上, 有一段批示。 這一段批示, 就是講軍臣保存名節之道。 其實是一種暗示, 亦都是一種警告。 警告連庚瑤, 要持功招禍。 這段說話講什麼呢? 人臣屠公義, 成功難。 成功義, 守功難。 守功義, 中功難。 就算有功勞也好, 你要保住這些功勞也不容易。 為君者, 私恩義, 當恩難。 當恩義, 保恩難。 做皇帝的, 做人君主的, 我要私恩給臣子很容易。 但是你擔不擔當得起呢? 到你擔當得起, 你又保不保存得到呢? 到你保存得到, 你又可不可以由頭至尾, 到最後這個恩德, 你都仍然是可以擁有呢? 所以, 做大臣的, 如果你始至有功勞, 而變了有過錯的話, 到最後真是反恩為仇, 由恩便變仇。 所以雍正對連庚瑤, 到最後就反目成仇, 跟著, 隨之而後快。 雍正生平, 最討厭憑黨和貪官。 可惜, 這個不知修煉的連大將軍, 又肆無忌憚地狂踩這些政治地雷。 雍正三年, 皇帝決定要收拾這個不識好歹的權神。 雍正先要連庚瑤, 教出虎遠大將軍的歲印, 再將他貶官杭州。 跟著, 他再發動群臣, 狂砌連庚瑤。 結果, 耳正大臣馬上將這個整人任務辦好, 羅列出一大批有關連根謠的罪狀。 數目達到九十二條這麼多。 其中包括, 大逆罪五條。 希望罪九條。 潛越罪十六條。 狂佩罪十三條。 尊善罪六條。 貪男侵食罪分別十八條和十五條。 最後, 還有忌克罪四條。 背負著接近八條的重罪, 下場當然就是難逃一死。 雍正最終下召勒令連根謠至盡。 而他的黨羽, 也都全部遭到整肅。 這段原本如七次教的軍神關係, 最終以趕盡殺絕, 畫上句號。 雍正對付連根謠的辦法就是, 不斷地點這個連帶將軍的官。 在雍正三年六月, 將這個連根謠調任杭州將軍。 在連根謠的謝恩接上, 有一段這樣的註批都算好事。 做皇帝做到雍正這樣, 要誓臣劈怨, 講自己沒有對不起的臣子。 這個都是歷朝所罕見。 朱批怎麼說呢? 他說, 上倉在上, 朕若赴李, 天誅地滅。 李若赴朕, 不知上倉如何發落李也。 為你做皇帝, 用不著做到這麼委屈? 可見他對連根謠, 即是那種痛恨。 這種痛恨就是由於, 對連根謠的過份寵愛, 他反彈而來, 怕死人家說他對不起這個連大將軍。 講到上倉在上, 朕若赴李, 天誅地滅。 我想, 歷朝都沒有一個皇帝, 好像雍正那樣, 這麼委屈。 講到這個雍正和連根謠, 分神之間的恩怨情仇。 我真是越講越興奮, 越講越多, 就是因為我們讀歷史, 真是很少見到一個皇帝, 和一個權臣之間, 這種恩怨情仇, 會這麼特別的。 還有, 特別之處就是那個皇帝, 怕死人家, 覺得他對不起大臣, 要慢搬解釋, 要怨天怨地, 要誓臣劈怨。 到最後, 他要連根謠自盡, 那一段上語更精彩。 大家看看《螢光幕》這一段文字, 都挺長的。 自古, 不法之神有之, 然當未敗路之先, 尚皆假釋勉強, 毅守神之。 如以之功行不法, 寸無忌憚, 古內有其人苦。 朕代以之恩, 如天高地後, 且代以父興及與子, 並與合家之恩, 驅不替天高地後。 朕以以實心為國, 端不希望, 故盡去嫌疑, 一心任用。 以作威服, 直擋刑師, 如此辜負, 欣得欲甚引為苦。 這段話, 都不用我怎麼解釋, 大家看完都明白。 對於連更耀, 那種即是說, 我這麼寵愛你, 但是你竟然這樣對我, 我對你全家都這麼好, 對你的父興及你的兒子, 及你的合家之恩, 不替天高地後。 想著你會實心為國, 不會騙我, 所以盡去嫌疑, 全心一心地去任用你, 想不到你作威作伏職, 你的黨刑師, 這樣去辜負我的恩德, 唉, 真是你於心何忍。 這段話, 盡數這個連更耀的不是, 用來證明, 皇帝叫連更耀自殺, 是對的, 因為我對你天高地厚, 你這樣去辜負我的恩德, 我叫你自盡, 已經是便宜了。 雍正對於康熙時代, 官僚結黨刑師的風氣, 深惡痛絕, 職位沒多久, 就全力加以打擊, 就算是協助自己上位的年更耀, 和龍科多, 他都絕不留情。 對於貪官污吏, 他使出抄家, 罷官這些非常手段, 他又施行火號歸功的政策, 禁止官員以政府支出為理由, 去剝削人民。 為了解決為患多時的少數民族問題, 他退出改土歸流, 摧毀傳統的野蠻土司制度, 加強中央對邊區的控制。 在經濟上, 他實行攤丁入地的政策, 致力要消除人頭稅, 既可以解決按地某人丁雙重標準收稅帶來的混亂, 亦都減輕了墓地噴龍的負擔。 玉敏想講一個皇帝冥冤的故事, 這位皇帝, 當然是雍正皇帝, 一位掌握絕對權力的皇帝, 都竟然有冤情, 需要自白的, 在歷史上都非常罕見。 話說在公元1728年, 即是雍正六年, 在湖南有一位窮孫秀才, 真是窮極無聊, 忽生其上。 竟然寫了一封信給四川陝西的總督岳宗祺, 列舉三大理由, 要策動岳宗祺謀反。 這三大理由就是, 第一,雍正是一位暴君。 第二, 滿清人統治中國是非正統, 是不合法的, 要輕漢滅滿。 第三個理由, 就是要拯救黎民百姓。 說到雍正是一位暴君, 真正列舉雍正十宗罪, 這十宗罪包括謀父、 碧母、 士興、 徒弟、 貪財、浩殺、 於酒、淫色、 懷疑諸宗和浩如淫寧。 真正指控雍正這十宗罪, 謀父逼母, 就說他害死父親和逼母親自殺。 士興、徒弟, 當然是說皇柱權衛爭奪鑽的時候, 對他兄弟那種殘暴不仁, 貪財浩殺, 於酒淫色。 這幾乎是很多做皇帝的通病。 懷疑諸宗, 當然是說龍科多和連庚瑤被雍正所諸殺。 浩如任令, 就說哪個皇帝都可以。 浩如, 即是喜歡聽阿如奉承的說話, 任令, 就任用姦令小日。 但是事實上, 這十宗罪全部都是穿梭附會, 道聽途說, 不盡不實。 再加上自己主觀的判斷, 用一些壞鬼讀書人那些古代的價值觀, 來批判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知道這件事, 看到那些上奏之後,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浸濫逆書, 驚訝墮淚。 我看到這些叛逆之書, 驚訝墮淚。 看到流眼淚, 流眼淚是為什麽呢? 他說竟然有人這樣來批判我, 竟然有人這樣來冤枉我, 所以他必須要冥冤。 曾正這位窮孫秀才, 竟然煽動這個惡終其謀反。 用現代的話來講, 就是煽動叛亂, 顛覆國家。 在現代一些極權的國家, 對付知識分子煽動叛亂, 顛覆國家, 很簡單, 就是抓他們去坐牢。 在雍正的時代, 這種專制帝王, 擁有絕對的權力, 要對付曾正這些壞鬼讀書人, 真是很簡單。 過去那些皇帝的做法, 一定是以謀反論罪, 然後就是要滅族。 但是雍正說不行, 我要出其料理。 對這個曾正案, 他要採取出其料理的方式, 如何啟發呢? 第一期, 就是皇帝受到誹謗, 竟然要搞到自白變武。 要跟真正辯論, 就真正指控的十宗罪, 逐一去辯護。 第二期, 就是赦免這一位煽動叛亂, 顛覆國家的重犯。 但是就抓一個死人來滅滿。 這個死人就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一位 呂劉良先生。 呂劉良自書立說, 都是輕漢排滿。 雍正認為, 曾正是受他的思想毒害。 所以罪不在曾正。 罪在這位死了的呂劉良。 這是第二期。 第三期, 就是要改造曾正這一位重犯。 要思想改造他, 令到他重新做人, 脫胎換骨。 所以後來曾正寫了一本書叫《歸人說》。 歌頌雍正, 是一個聖名之君。 認為滿清人統治中國, 是合法和正統的前句後句。 今天的我, 就打倒昨日的我。 中國歷代很多這些知識分子, 真是, 當他們依附權勢, 或者在權勢之下, 就不得不, 即是今天的我, 打倒昨日的我。 到了今時今日, 也有很多這些禮詞。 第四期, 這期就真是, 可謂絕。 雍正, 將曾正的口供, 將他自己的自白, 再加上曾正後來的歸人說, 將合併成為大二角迷錄。 一本書, 其實這本是一本奇書, 它是皇帝的檔案, 他要將這一部檔案公諸於世。 因為, 雍正皇帝認為, 朕之心, 可以對上天, 可以對皇考, 可以共白於億萬天下神民。 即是, 我心是正大光明的, 所以不必忌諱, 他說我有些十宗罪, 我都登出來, 再登自己的自白, 這樣就被天下神民共鑑。 這種出奇料理, 真是歷史上所罕見, 但是, 到了他兒子乾隆, 就將這個大二角迷錄, 銷毀。 乾隆的想法, 和他父親真是很不同。 他父親, 就裝扮開明, 是吧? 要大家看看, 他說我有這些罪, 但我告訴他, 我不是有這些罪, 那就讓大家去判斷, 那麼多開明呢? 乾隆就不是, 這些事情不要搞了, 免得天下神民, 只看他十宗罪, 就不看他十宗罪的解釋。 這真是大件事, 有損皇室的威嚴。 曾靖, 雖然被雍正放過, 雍正放過他, 又改造他, 但是到了乾隆的手, 曾靖就要寧慈處死。 我們看到雍正這種做法, 其實真的很特殊, 其實也很有啟發性。 你想想, 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 他都這麼介意, 別人對他的批評。 既然批評, 你就殺了他, 他又不是, 他又要解釋。 但是他兒子又覺得, 他爸爸這樣的做法很不妥, 是吧? 於是跟他爸爸是相反的做法。 而知識分子, 例如曾靖, 這些也是一個人版。 所以讀歷史, 有時真的會令到我們很有啟發性。 雍正, 你說他是好皇帝, 還是不好的皇帝? 公元1735年, 雍正皇帝駕崩, 終年58歲, 在位只有13年。 他生前, 曾經對自己有很高的評價。 他說, 我雖然比不起遠古的聖軍, 但是和漢以後的君主比較, 就毫不順適。 以事勢亦證明, 他的改革真是很有成效。 他只是用了13年, 已經完全解決國家的財政問題, 留下足夠的資源, 讓他的兒子乾隆皇帝一展拳腳, 開創中國封建時代, 最後一個盛世。 中國歷史到了滿清時代, 已經是接近近代。 所謂康翁乾盛世, 康熙、雍正、乾隆, 三個皇帝, 總共做了134年。 滿清統治中國是268年。 康熙做了61年皇帝, 他的兒子雍正在位13年。 雍正的兒子乾隆, 亦都做了60年皇帝。 三個人加起來是做了134年。 恰好就是滿清統治中國268年的一半。 三個皇帝佔了134年。 而這134年, 是一個盛世, 一個盛世。 在歷史上可以跟他比以的, 就是西漢的民警之治, 和唐代的精冠之治。 而康翁乾盛世, 改革最多, 版圖又最大, 為現代中國的僵域, 奠定了基礎。 康翁乾三位皇帝之中, 和雍正管治的時間最短, 只有13年。 但是他承先啟後, 承接康熙皇帝, 然後開啟乾隆60年的宏徒。 所以以嚴格來說, 康翁乾盛世, 雍正的貢獻是最大的。 在康熙時代, 那個國父剩下八百萬兩。 但是到了雍正, 就有五千萬兩。 那些錢從哪裡來的呢? 情治這個貪官。 追討, 就是這些貪官欠的官銀。 而且, 對那些侍身的巧取豪奪, 加以打擊。 令到國父原本由開始空虛, 而變成充裕。 這絕對是雍正的功勞。 雍正, 亦都在這三位皇帝之中, 即是康翁乾盛世, 三位皇帝之中, 幾乎是最勤力的一位。 我們以前那位特首, 叫做七十一。 朝七晚十一。 但是我想, 如果他有獨歷史, 他就真的不敢自大, 以為自己勤力。 勤力的人還要聰明才行。 如果蠢的人勤力, 就很大件事。 雍正是一個相當聰明的皇帝。 他勤力到什麼程度呢? 經過雍正, 即是諸批的那些常遇, 或者咒接, 有幾千萬字, 做十三年皇帝, 寫了幾千萬字, 平均每日七八千字。 現在你找一個作家, 多產的作家, 每日寫七八千字, 真的不容易。 但雍正的七八千字就是, 很多時他看了大臣的奏接, 然後逐句去批註。 他的常遇, 大部分都是由他草擬。 除了要寫七八千字, 他還要接見大臣, 商討各事。 還有雍正這個皇帝, 事必空親。 巨勢無為, 事無大小都要管。 即是如果批評他的, 就說他獨斷。 但他也是一個江藝果斷的人, 不是一個悠遊寡斷的人。 他最討厭大臣, 雍正定了一個政策, 就一定是劍及理及, 雷勵風行, 絕不退縮。 雍正除了江藝果斷之外, 他亦有他的缺點, 亦是一個相當躁急的人。 很容易就衝動, 但他又懂得自省。 適當時又會改正。 這個非常難得。 雍正由於勤政, 令到職勞成疾。 嚴格來說, 他也算短命。 45歲做皇帝, 58歲嘉賓, 統治只有13年。 但這13年就成先啟後, 貢獻非常大。 滿清入主中國, 統治了268年。 最初那段時間, 仍然有很多人, 有所謂懷疑之分。 基於所謂民族主義的思想, 抗拒這個滿清的統治。 雍正就批駁, 好像呂劉良這種說法, 將這個所謂懷疑之說, 作為一個辯解。 他認為所謂懷疑之分, 不應該以地域階級, 或者出生的地方。 是應該要看文化。 這種說法, 其實都很符合現代民族主義的看法。 就是民族主義, 很多時候, 我們是從文化上去分。 我們的文化認知, 不是從道德動機, 即是我們同一種族的人, 就要團結在一起。 要從文化的角度。 中國有這麼多不同的種族, 現在有一個大中華民族。 我們是從文化認知的角度, 來看這個民族主義。 這個也是當時雍正的一些看法。 所以, 雍正之後, 這種懷疑之分, 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各位觀眾, 答對以下的問題, 又被我們抽中的話, 你就有機會得到由商務印書館送出的歷史重書, 名額有十名。 今集的問題是, 雍正是康熙的第幾個兒子呢? 請將答案連同個人資料, 寄來以下這個地址。 信封面請注明歷史幾郎都有問答遊戲。 答中以後被我們抽中的得獎者, 我們會有專人通知你。 快點寄信來參加吧!